大家都很期待的跨年快要到囉 有想要去那邊狂歡了嗎 不過民眾最關心的天氣狀況 如何 到底會不會下雨 帶你來看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幾張圖片 其實未來這一整週 整個北部還有東北部的地區 都是算是一個比較 濕冷的天氣形態 反觀是中南部地區 其實這個天氣還算不錯 而且有機會可以看到 這個太陽公公露臉 而這個整個東北 季風的影響 就會可能會影響到 到跨年夜的晚上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從一月一號到一月二號的部分 其實整個桃園以北 還有東半部 橫川半島 像是這些隱封面的地區 主要還是會有時時冷冷 而且有局部短暫震雨的天氣形態 包含這個基隆北海岸 東北部還有這個大臺北的山區 雨勢也會比較明顯 比較大一點 那麼另外從一月三號 到一月四號這兩天 又有另外一波的東北季風 要來報導了 到時候整個雨區 就會擴展到整個北部 還有東半部地區 因此西夏黨人彭啟明就說 其實這個季節 北部乾爽確實是很少有的 而且中南部的降雨也不容易 這個其實就是典型的台灣冬季的日常 好 那麼如果您對娛樂新聞有興趣的話 拿出手機來掃描QR Code 加入我們新的TVBS娛樂頭條Line好友 獲得第一手的娛樂資訊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